2021年2月3日,在澳洲沒有新增本地確診 有6個是海外輸入的,2個是新南維意識,有4個是南澳 現在我們總共的活躍確診有55個 總共的確診數目是28,829,死亡方面沒有改變 不過現在跟大家報的資料已經不合時了 因為我們知道在維省有一個確診是來自那些人的酒店裏面 不知如何傳出來,暫時未曾有新的資料 但是我們已經說了會將社區隔離收緊 譬如現在我們在室內所有人都要戴口罩 看看這個盡子如何 希望能夠盡早知道在酒店走出來的確診者 到底情況如何 到底是通過什麼途徑感染到的 目前大家看到的營光網上的資料正如我所說 未曾將這個事實反映出來的 限定 攝影視民й在一起 炭哥的原廠 人滅 負刑